进度之中讲的代言往生 是那你明白那一念根本的大绝心体 那一句名号就是大绝心体的名号 过去你看到镜子照色 照黑照白是不是叶 那是叶啊 因为正在照时 你就会剁黑剁白 是不是叶 但是刚刚跟你讲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你见到如来时 眼前照黑照白在不在 都在啊 过去你看到是叶 现在你知道原来就是绝体 就是你的无量光无量寿啊 你灭的是无量光无量寿 你还在怀疑眼前的 所有一些过去众生 沉迷的种种业感造作 他哪个不是无量光无量寿啊 有依法不是 那就不能叫无量光无量寿 那个意思就是 过去你看到那是叶 因为你被绝 所以你要是在这个上面削 你永远不知道是绝 你在这个业力上削 就好像你在镜色之前 你把镜色灭了 想要找镜子 那不过只是吃人而已 那你说镜色现前处就是叶啊 你镜色现前处那个叶 将来你只要知道是镜体时 具体如是的叶力 去同往生 什么叫往生 他再看到时照色 不过就是灰光而已 就是无量光而已 那叫代业往生 听懂不 但是过去你要是不知道是绝食 现在的每个起情都念 是不是业 就是因为你躲在业中 所以在业中 再沉迷到最末梢 再有一些人我的逼迫 种种言谈的刺激 但是再怎么样的 深厚的业障 都是最初你暗昧了绝体 跺在现前的种种造作 那个业源中来的 但这么样强烈的业源 你过去是因为 为什么会是业 因为你忘记是绝 就是业 禁止忘记是进体时 再黑就起黑的幻想造作 你就只能受这些造作 但是这些造作是业啊 但是这个业你明白 进体时这些造作呢 就会变成了什么 过去的业力变成什么 变成你会在绝体之中 你明白原来就是这样子随缘 只是这样子呈现嘛 他现如是呈现都不是业 现如是呈现都是心中的包容 那不过就是如来 见到你根本心性之中的 本来的面目之中 那根本不躲在一切像中的 一切非像之中的 如来的亲近 你一心而已 那叫待业往生 那个意思就是跟你讲 你根本不用在业力上销嘛 因为你就是一切业力 就是不认觉才起身幻业嘛 你只想在这名号 先前时不是有一个业力 从此以后因为你认得这句名号 业力销了 而是你突然发现 你业力的本质都变了 什么叫本质都变了 作用都在 但是它不再叫做业 那变成智慧 为什么叫智慧 那叫无量光 那是智慧 镜子照黑 它不能现黑吗 镜子在现黑时 它不能现出 随黑一直不断的 深入的种种变化 站在镜子上 这一切变化 叫做无量光 你要是背离镜子呢 随你所起的一个变化 都是一次一次不断的沉沦 听到懂不 这叫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真见如来 感谢观看